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我们来到彼得前书的第十章 从这一章经文的七至八节 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末世最要紧的是 我们先从第七节看起 万物的节气尽了 所以你们要谨慎自首 谨行祷告 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 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彼得就吩咐众圣徒 当时的众圣徒 当然也是教导历世历代 所有神的众额里 都应该留意的是万物的节气尽了 若在彼得当时已经提到万物的节气尽了 在今天可以说就更尽了 万物的节气尽了 就是指主耶稣回来的时候 了结整个时代审判全地 殆尽国度时代 那么我们看见今天 地上所发生的种种的事情 无论是天气有极大的变化 各种的天灾人祸 有地震瘟疫 还有激方的情形 有水灾有火灾 有各种灾复发生 甚至这一个我们看见极端的气候 越来越多发生 这些迹象都告诉我们 主回来时时在几秒 正在门口 那么万物的这些几秒 我们身处在黑夜已深 白昼将近的今天 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呢 圣经告诉我们 他说 所以你们要谨慎自首 谨醒祷告 所以第一是谨慎自首 谨慎在言文里 他带着一个意思 就是有这个清明的心思 清醒的脑袋 就是这一个 我们在末了的时代 会面对的许多的迷惑 这个迷惑是越来越大 因为撒冷知道他的时候不多了 所以第一他会兴起的 正像马太福音二四章 主耶稣提到他来之前 有假基督 假先知要兴起来 迷惑多人 甚至连显民也要给迷惑 所以末了时代就很多的异端出现 然后这些异端要诱惑人 迷惑人 离开神的圣经真道 还有末了时代有各种的 这一个意识形态的 各类的教训之风 而这一类的教训之风 无论是教导人世界怎么发财的 怎么在世界里面 如何去赚钱发财成功的 还有有的是整个社会动荡 各种的思潮 各种的潮流一冲进来的时候 有时候基督徒若是没有警醒 祷告 没有谨慎自首 那么就很容易就被潮流冲去了 所以在这里有一件事很要紧的 末了时代我们的心思是清明的 只有清明的心思 然后自首就是这个 你有清明的心思 你就懂得分辨什么神的旨意 你就懂得依靠神 所以我们灵力应该是清醒的 这里清明的心思呢 我以罗马书第十二章来做例子 罗马书第十二章告诉我们 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思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察言后为神良善存全可惜的旨意 所以我们一个奉献给主的人 为主而活的人 我们需要有这个谨慎 有警戒 常常警醒祷告 叫我们的心灵是醒的 不是沉睡的 不是随从这世界的潮流的 不是让撒旦这世界 许许多多各种的教训之风 而把我们就迷惑去了 叫我们随流失去了 不是 是非常有清明的心思 是不效法这个事情 不随从这世界潮流 不让自己给磨成这世界的样子 而是心意不断借着神的话语 更新而变化 而这个心意的更新而变化呢 就叫我们察言 何为神良善存全可惜的旨意 我们就在这个弯曲背面的世代里面 做成无瑕疵的儿女 知道何为神的旨意 正像以赴所书第五章提到 他说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 所以我们有清明的心思 就不做糊涂人 我们要在这末了的世代 很清楚知道 主回来的旨意 明白神的旨意 广传福音 投身教会乐心事奉 我们就让神的旨意行在我们身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就有这个清明的心思 这是非常的要紧 那么这个清明的心思 谨慎自首 这也关系到什么 这另一面 我们如何能够有清明的心思呢 我们必须在真道上 多有追求 多有装备 因为神的话呢 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神的话能够叫与人通打 神的话能叫我们 有得救的智慧 有神全被救人的智慧 神的话能够 叫我们明白神的旨意 神的话能够叫我们 尸透仇敌一切的诡计 所以我们要多追求圣经 多装备圣经真理 正像保罗在更多前书 第二章提到 他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 却没有人能看透他 所以我们应该可以 这个我们装备神的话 追求属灵 你自然就能够 跟变看透万事 就像这个 同样在以弗所书第四章 保罗说 我们要认识神的儿子 对长大成人满有基督 长成的身样 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 众人欺骗的诡计 和法术 这个被一些异教之风 言文就是教信之风 摇动飘来飘去 随从各样的异端 不 我们是要认识神的儿子 对长大成人 所以我们要多追求圣经真理 多在神的话语上 有装备 以致我们明白神的旨意 不做糊涂人 在末聊的时代 不随从潮流来给我们冲去 给迷惑去 所以我们要 要清明的心思 这个分辨 我们生命成长的时候 就能分辨好歹 不像小孩子那样 就能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像西拜主第五章 第六章所提到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 你的心思 是否是 在主面前 是清明的心思呢 是谨慎的自守呢 圣经说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子 要由心发出 当你谨慎自守 常常亲近神 你的心思给更新 神的话 叫你心思给更新 你更明白神的旨意 然后心思更新而变化 然后你就能够更重足 领受能力 能够接受圣灵的果子 自守 节制自守 蒙保守 然后警醒祷告 我们知道 圣经提到警醒 一定和祷告摆在一起 这里的意思是指什么 若我们的心灵是警醒的 我们的祷告生活 一定是牢靠的 每天呢 每天祷告亲近神的时间 是警醒的守住 与神交通的时间 不要让忙碌的生活 工作的忙碌压力 或者其他事情 来把我们亲近神的时间 霸占掉 毁掉 不可以 我们要警醒守住 我与神的亲近的时间 早上祷告 晚上祷告 平时随时 随到心灵与神交通 所以我们警醒守住 与神的交通 第二方面意思是 当你在祷告的时候 也警醒守住你的心思 不要 开小菜 焚油向外 能在那边祷告 心切不在 要守住你的心思 警醒祷告 所以一个警醒祷告的人 就能够重组 领受能力和力量 供应 能够胜过这世界潮流 还有 这里提到最要紧是什么 彼此切实相爱 所以 最要紧在末了世代 彼此切实相爱 就是首先要彼此 你若不认识其他地中姊妹 就没有彼此了 参加聚会完了 就离开了 那永远不认识其他地中姊妹 应该呢 自己主动的 去认识其他地中姊妹 无论是在你某一个团契 某一个小组 某一个家聚会 某一个分享服饰 你在里面就可以认识 弟中姊妹 还有聚会完 其他地中姊妹多打招呼 很快你就认识一些地中姊妹 认识弟中姊妹之后 不仅是表面 是彼此切实相爱 先相熟 相熟之后 就能够相关心 相带导 相扶持 对方有什么难处 我为他带导 有什么实际的困难 我实际帮助他 是切实相爱 这个切实在原文里是 火热 是热心 是热心的相爱 爱不是冷冰冰 爱是这种火热的 热忱 关心对方 主耶稣说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就因此认识 认识你们是我的门徒 所以求祖教 我们今天 教会在末聊时代 这一个子音不乏的自家 多喜顿爱心渐进 冷淡的年代里 我们不要因人跌倒 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 遵守主的命令 彼此切实相爱 这是最要紧的事 因为当教会在这个 人与人之间 充满了勾心斗角的年代 教会能够在基督里 合一 并且彼此切实相爱 圣徒于活这种 情形的时候 就叫主得着荣耀 教会就向金灯台 明光照耀 把生命的道表明出去 叫神能够在基督里 因着教会得荣耀 所以求主得着荣 这一个彼此切实相爱的事情 从你和我身上 我们开始 事情 我们请最要紧的 请记住 最要紧的彼此切实相爱 所以从今天开始 你更留意 我和弟兄姊妹关心 如何呢 我切实关心弟兄姊妹吗 我切实帮助 有需要的圣徒吗 我切实为他们带导吗 我切实在内心里 我爱一同佩达同工的弟兄姊妹吗 我切实爱 我服侍的吗 若是切实相爱 有福了 那就得主的赏识 所以请谨记 最要紧是 彼此切实相爱 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 这个意思不是说 爱就叫你的罪就给遮盖 不是 爱遮掩许多罪的意思是 因为你爱弟兄姊妹 你爱他 就叫他心给主得着 他免得他去犯罪 就遮盖了许多要犯罪的事情 原本若没有扶持 有弟兄姊妹没有人关心 没有人扶持 他往世界去 落在肉体落在罪中 犯罪 那你去关心一个粗心的 关心一个软弱的 关心费心的 你这样关心的时候 爱的关心 叫他热心去爱主 就免去犯罪 所以爱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 所以就叫我们 人人都爱神爱人 这样 不仅罪有许多的罪 并且是 人人都彼此相爱一同 来荣耀我们的父神 叫主因我们 要欢喜